詩篇第十九篇第六節 他從天者邊出來 繞到天馬邊 沒有一物 被隱藏 不得他的熱氣 在這一節經文 大衛繼續講到這個他 其實就是一直 延續著 第五節 那個太陽 在這一節經文 特別講到太陽 他從天者邊 繞到天那邊 其實這裏就是講到太陽那個 轉動 我們知道太陽又有 自轉 地球 又繞著這個太陽 又有這個公轉 所以我們看 就是 其實這裏就是講了太陽 跟地球 那個轉動的關係 就是太陽 他那個的轉動 使得 地球 看到太陽 就是由天這一邊 轉到天那一邊 就是 我們 看到東方 就是太陽在東方 是升起 繞到 西方 就落下 那麼 變成這個 就是每一天 那個的循環 在這個太陽的 不斷的 轉動 環繞著 地球 或者地球 環繞著太陽 那種的轉動 帶來什麼呢 後面那裏就說 沒有一物 被隱藏 不得他的熱氣 就是因著 這個太陽的轉動 跟地球的關係 使得 地球 每一 樣的物件 其實就是每一道的地方 其中 的受造物 是不會 隱藏了 就是 得不到 他的熱氣 這個熱氣不是我們 喝得多的 或者吃得多的熱氣 其實這就是那個熱力 太陽所散發出來的熱力 對地球的 生物 是很重要 因為 給他有適當的陽光 那個的 就是溫暖 或者是那種的 熱力 是使得生命可以能夠生長 如果不是 你沒有了太陽那些的熱力 有些的星球是很冷的 所以其實這裏 私人大衛 他透過描述太陽 背後 其實 隱藏了 做物主 創造這個太陽 那個偉大的作為 因為我們看 他在這裏 上帝在期間 為太陽 安設 隱藏 即是 太陽 都是由 神 為他安設 居所 實際上 太陽 都是由 神 所創造 七月天父 我們真的感謝 讚美你 當我們看到 太陽 那個的 轉動 那種的熱力 我們看到 神 你自己作為 創造主 是你 創造太陽 是你 奇妙的作為 讓我們看到 神 你 給我們有溫暖 感謝讚美你 祈禱 蓬主並求 阿門 阿門